回到军情观察室 本周关注的焦点是印度连串的军事动作 并且说能够同时打赢中国和巴基 问一下马景胜 还在北京的军事观察员徐光玉将军 先问一下马先生 那么印度连串的动作包括美制重装师 美制山炮 另外还有雷达和攻击卫星的系统 怎么干印度的动作 印度在中印边境争持的时候 亮出这一张军备的牌 不惜十年之内拿出500亿来打造一支印度的现代化军队 然后在可见的未来再砸300亿 在他来讲真是破罐子破摔了 但是有没有用不管 我们只看印度的准备是很充分的 首先如果有机会他打巴基斯坦的时候 先把中国撇在一边 就要在48小时之内打到拿下拉威尔品地 做城下之盟 然后再回过头来 这个逼中国在96个小时之内停火 他凭什么呢 一个就是凭他的这个现代化的这个非核力量 就是常常规力量 然后用他的这个可以打到北京的这个核力量来威慑中国 使中国不敢动手 这是一个如意算盘 我们看看徐将军怎么分析了 好问一下徐光宇将军啊 到底怎么看印度连串的军备包括买美制的这个野战炮 还有提升那个太空攻击卫星的技术对印度军方的军事实力有提升吗 应该从军单纯的军事和技术角度来看啊 买这么多的装备啊 来装备他的3D师肯定对3D师本身来讲 他的战斗力来讲火力来讲他是一种提高 但是关键的问题就在于你这个部队将来是怎么个运用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是吧 在这个3D的这个这样一个特定的定型条件下 能不能够充分发挥他的作用 能不能真正起到他的真正的他的预想的这个后果 那都不一定 这是一方面 第二个这么多的军购买了 他不是自己生产的 他是从外面买进来的 那么将来的要真正要用的时候 他的可持续性那是值得大大的怀疑的 所以总体来讲呢 我个人觉得呢 这个整个的军国来讲啊 他是有一点感觉是一种外强中干的这种感觉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很冷静的来分析这个问题 而且印度方面也应该冷静的对待这个问题 这样的后果到底会产生怎么样的好的一个后果 值得认真的关注和考虑的 对徐老 我们才总用这个战略的眼光来看啊 这个印度想左右开弓又打巴基斯坦 又阻挠中国 他是不是就依仗着美国和俄罗斯双方对他的这个支持 想在这个乱中取胜呢 在战略上他这个有没有可能性呢 我觉得我个人看法是两点 第一他犯了兵家的大忌 没有一个国家的军队能够同时在两条战线上对两个国家开战 这个在目前的历史上啊军史上极少见啊极少见 所以这个印度日报的这个某些人士啊发表这么一种观点 好像能够两面作战能威慑两个方面 我觉得这个不免有点天真 这是一条 第二个呢就是真想乱中取胜这种可能性啊 也是一厢情愿 正在南亚地区发生大的冲突以后啊 到底美国人俄罗斯人到底是什么态度很难说很难说 再加上中国的整个的发展势头啊 我们总的想法呢是还是应该是以和为贵 是吧什么事情啊什么冲突啊 什么矛盾啊都应该通过和平的方式来解决 尽量不输入武力 因此呢这个印方散布这种论点的话 我觉得对整个的气氛和地区来讲啊 不是一个好事情没有正面意义 好问一下马先生啊 印度说呢他可以同时跟中国和巴西产两个国家打 而且都能够打赢 印度现在是做了积极的军备的准备啊 解放军能够做什么样的准备有什么思考 刚才徐老讲的很清楚了 日本印度是有一定的优势 什么优势呢 一个是他补给线比较近 第二个是他12个山地师 确实有一定的实战能力 连美军和俄罗斯军队都赞扬他的山地师 确实在高原上作战呢 是比中国的山地师呢 有一定的优势 但是中国会扬长避短 在下一次战争真的爆发的时候 绝对不会跟他硬碰硬 在喜马拉雅山路打一场山地战 我的看法 首先是中国的常识什么呢 就是二炮 中国的中程战略导弹和中国的短程导弹 加上中国的远程火箭炮 都能盖住印度 把印度的一些这个关节的节点打掉 而且中国在这个咨询战上面有优势 在取得了咨询战和这个制空权之后呢 印军虽然有这个强大的12个山地师和这个100万部队 但是也无用武之地了 所以中国要扬长臂短 要打的时候呢 一定要打在七村上 让印度溃不成军 好 谢谢马里生和在北京的徐光玉将军 两位谈到印度连串的动作 给中国什么样的思考 解放军应该有所准备啊 那么在中印边境上呢 要密切留意印度的挑衅 稍后回来谈另外一个话题 最近有关中国海军 是否要有海外军事基地 甚至西方说已经有了海外军事基地 到底怎么看 稍后回来披露 黄金时代 黄金夜 进去就是不断超越 世界级动力 为中国前行 东风康明司 将相典范 红花狼 成长 有父亲一路关注 我的财富成长 总有金奎花理财的专注 金奎花理财 专注 您所关注 招商银行 以前感冒 又是消炎 又是抗病毒 现在有了神威牌青开灵 消炎抗病毒还能防流感 神威牌青开灵 消炎抗病毒防流感 软胶囊 硬品质 神威药业 回应一下凤凰网友的问题 最近关于大陆解放军的海军 是否应该在海外有军事基地呢 在海内外吵得很热 而且西方的情报说 解放军实际上 已经在缅甸等地方 有军事侦测的基地啊 马先生你怎么看 网友问一下呢 马先生你怎么看 解放军到底建海外基地 有利有弊吗 海外基地不着急 现在太平洋的事还没搞定呢 就先去搞印度洋嘛 我们太平洋这个台湾的 非和平手段收回 还没搞定 这个钓鱼岛和东海油田 没有搞定 南沙这么多岛礁都没有搞定 所以这个兵力不能分散 只能是先挑最紧的办 这是一个 再有一个中国是永不称霸的 从这个毛泽东 邓小平一直到江泽民 胡锦涛都是坚持这一点 这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 一个道德高地 如果你有了这个海外基地 有了海外驻军 出了一些问题 在政治上受的损失就非常大 你还怎样当这个第三世界的老大呢 黄金叶特约之军情观察室 由黄金叶赞助播出 黄金时代黄金叶 并连同上海大众斯科达浩瑞 联合赞助播出 美国总统奥巴马最新说呢 要加大反恐的力度啊 特别是除了阿富汗和伊拉克以外呢 也门可能会成为 2010年美军重点关注的地方 节目最后 看看美军资助下的也门的军队 好 以上是军情观察室 下周三 我们再见 接着为您播出 走进续博会 感谢观看